編集前進 射程前一半的速攻擊力被先停飛 指令一下射手全副武裝 立刻向前要進到掩體旁 蹲下瞄準人形把開始射擊 國軍應運作戰方式的改變 除了以前的沃茲 現在增加了戰姿 以及跪姿的射擊訓練 有別於以往射擊訓練 只有沃茲定向射擊 一次打六發子彈 新版射擊鑑定 必須在掩體間移動 對三個人形把射擊 每個姿勢打十二發 總共三十六發 彈架中還會填裝夾子彈 演練故障排除 整個流程必須在一分四十五秒以內完成 第一個把板左邊 我們必須完成命中六發 中間以及右邊的 單人貴字迷彩半身把 及單人握字迷彩把 需要命中四發才合格 為了讓訓練更符合作戰環境 明年起實施的一年起一五一 也將採行相同訓練 與過去相比 對官兵的體能 以及技術要求更為嚴苛 在快速反應之中 我們是以利用快速移動的方式 來提升我們的心肺能力 以及在握姿 跪姿 以及荔枝的射擊變換姿勢當中 去配合到我們的穩定度 以及呼吸的調節 因應瞬息萬變的戰場 國軍調整射擊檢測 讓官兵能夠掌握更多實戰射擊技巧 戰爭發生時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